中共的威脅越來越大 為了叫法專門的風衛觀念 金正數據法文要求 警察局要動員 政府十五到四十會 民眾加入一驚 現在是民宏是引起這期 雷晉部長林苗昌申請 民宏的工作是各國都有在推動的 不應該訪大隊戰爭的驚訝 空襲警報響起 臺北市到處非常攻擊 台北市民安高湖營識 市政府營臉調導 正好還出來主委 運用民宏的力量 應對建市典在海 為了強化全民風衛的概念 金正數法文中 要求全國國警察局總統員 就沒有十八至四十歲的民眾 來加入議局 或是民宏的行列 不過所以讓人這期 加強調募民力 是要推薦建市的準備 陸正部長林苗昌 冠軍出來背會 這個民房的部分呢 說實在過去都在擺爛 所以這個年齡都偏高 民房的工作是 幾十年來都在做 那世界各國也都在做 所以不要去渲染這種戰爭的恐懼 民房體系片祖 其中民房總隊差不多九萬多人 由政府片祖管理學区來民房任務 建政數是要求建協同員 照顧民房議局 當年要接受 時至八點鐘的訓練 民房總隊主要有四大任務 空氣疏散 地安的方向 協助再海風球 支援軍事勤務 不過境界出身的南偉 悠遊藍 他是這次 只是說要推薦建設的準備 應該就要另外 成立專制單位 也不是靠台照顧民房 還是說讓警察 增加軍事勤練幾個月 這個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你要這些精壯的年輕人 放下手頭的工作 來當你的後備隊 還是要當神風特工隊 很多的疫警 現在年紀也會相對的年長 所以如果能夠有新的年輕的疫警加入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這個跟戰爭 我覺得沒有特別的關係 只是有環境下半後 到一文針驗白 發團團協助職務 正跟警察的勤務負擔 林悠昌是說 節目方向盛督員 建議要有趣味 而且民眾會有加意 民放民力定性 節目有這個必要 提出新訓練庫庭 讓民眾學到新技術 還跟參務動作成功營 這怎麼是關鍵 記者中華報道